大家好,我是Scalot 飽珠 今天拍這段影片,主要是想澄清兩件事 當然不是一些緋聞的東西 第一件事,我讀中文大學BioCam裏的哲學碩士 有些小朋友會問我 哲學碩士是否讀哲學? 武師教的東西會否很圓? 當然不是 記住,這是遠遠流長的名字 以前的時候,Science是一個哲學科目 我也是唯一市面上讀Master of Philosophy的碩士老師 在這裡,哲學碩士只能用Research和研究去取得到的學位 有別於其他只是讀書的碩士 在這裡,我會運用自己的專長 Data Analysis 數據分析和Experiment實驗的題目 這些是你們的弱項,但是我的強項 所以在Data Analysis 數據分析裡 我會教你如何完美地描述了一些數據 然後在描述的問題裡,就可以全取到分析 有關於Explain解釋一些數據 分析一些數據的話 我都會有一些獨特的技巧 所以在這裡,我們講的這些藥項 我可以在課堂上教你很多的技巧 第二個要澄清的是,我是讀BioCAM 所以Bio和CAM不是一對 也不是澄清一種緋聞的東西 所以BioCAM的話 我除了要讀Bio的東西之外 我不是要讀CAM 我是讀Bio裡面細胞最微細的東西 所以是否和你很遙遠呢? 例如新增的BioTechnology、生物科技 Photosynthesis、光合狀、Respiration、呼吸狀的Pathway路徑等等 通常是你們會稍為覺得難的 都是屬於BioCAM的東西 所以現今的DRC新的Syllabus 是會相對比較貼的BioCAM課程 又是,你們的藥項都是我的強項 所以我會在這些課題裡教你一個獨特的考試方法 好,剛才就是我們去澄清的兩樣東西 所以接下來會說些什麼 就不再重複我的課程特色了 所以就是知識、應用、技巧的話 你可以看上次深藍色那段片 但接下來我想說一件新的東西 接下來這個學年裡的一個大方向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會問我 他說他溫源書、看筆記、做了所有問題的話 他都不知道是否一個正確的方法去拿到五星星 所以接下來這個學年的大方向 我希望是可以幫助你們自己溫度更有效率 所以大家都見過這本文章 這本文章上學年的時候都會有 但我現在會叫他做爆珠2.0 什麼意思呢? 我和所有的學生都會說 所有的問題都要做兩次 第一次就這樣做 第二次的話 你要看看問題以外交識了你的東西 因為這些題目很重要 所以我所說的 這件事仍然有很多小朋友說 我都不知道要看什麼 溫什麼、記什麼 所以我已經嘔心拿去 披聲打穴 就幫你們寫好很多的回答 請你記住這些不是普通的Solution 這些是說 我在這條題目裡面還能學到的東西 所以我想做到的就是 你在我課上學到的東西 但下課後可以再學到更多的東西 就像我陪著你溫書一樣 另外第二件事 我講的是這個 就是每一個課題 我都會給你一張這樣的 list 我上課的時候會和你講一講 你曾經學了什麼 在這個課題裡面 你學了什麼的答題技巧、解題技巧 所有這些實驗故事 我講過的會和你剔一次 所以你回到家溫書的時候 就能夠溫了一次 或是剔一次 又溫第二次再剔 加深自己的印象 你就能夠一步一步 有規律、有方向 走到五星星這個位置 所以希望你課上學到的東西 自己在家裡都有效 這樣溫書 當然一個全面的課程 就有S的題目 還有五星星的Challenging Question 這些全部都會在我課堂上 一起去研究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這樣 有什麼就上課再講 那